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个历经6200年冰川湖水冲刷的绝美景观 波浪的冲击和侵蚀让它形成了纵横交错错综复杂的纹理 在巴塔哥尼亚的卡雷拉将军湖上一以生辉 卡雷拉将军湖是南美洲的第二大淡水湖泊 由于湖底沉淀了很多积聚着矿物质的溶渣 阳光的照射就显得格外有意境 随着季节天气的变化 湖水的颜色也会发生改变 而通过折射抵达大理石教堂的光线 就像是自然馈赠的灯光 让这座洞穴群散发出迷人的光彩 大理石洞穴的美是动人心魄的 光和影的自然融合 映衬着纯天然的大理石花纹 简直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 每年的十月份湖水退落 大理石教堂便最大程度地呈现在阳光之下 是旅游的最佳时间 我们可以划着皮艇在教堂的洞口穿梭 享受梦境云端般的视觉体验 世界各地慕名前来的游客 都会被这里澄澈纯净的美吸引 心中的烦恼一瞬之间就变为云烟 所以有人把这里叫做荡敌心灵的圣地 照片影像传达的美总是有限的 亲身体验才能给人难以忘怀的感觉 若有机会去到治理旅游 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大理石洞穴哟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的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